好,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那首先就是台灣鬧的部分 那,想請教你的譚正琳這次美化交流有什麼期許 我覺得我們可以在疫情都快過去的這個時候 一起展望在疫情之後我們交流的各種可能性 也就是說非常感謝日本捐贈疫苗最偉大的二劑疫苗 準備可以到日本了 但是在實際上飛機以前可以先透過這種線上的方法 大家先一起有些共同的話題 一起看一些影片聽一些音樂等等 在我實際去那邊的時候就更有話題可以聊 那反過來也是一樣 我知道很多日本的朋友都已經在計劃 什麼時候要到台灣來了 那在到台灣之前可能就不是以前那種觀光的 比較只是知道幾個著名的景點 而是可以先透過台灣鬧來認識我們這邊的藝術家 我們這邊的音樂家 我們這邊各種人文地景、歌仔戲這些 那你到台灣的時候就有更多的人可以跟你互相交流 那你認識日本人對台灣的文化方面的理解多深 還有另外一個台灣人對日文的文化方面的理解如何 我想我小的時候都覺得日本是在未來 也是啦 真的一小時的未來 對 但是當時不管是日本的動畫、日本的漫畫 日本最新的一些發明像 那時候我記得我還在用PALM的時候 日本就已經都在用Zorus了 那是完全不同等級的未來 所以我會覺得說在台灣不管是我們這邊 這次防疫大家很引以為傲的公共衛生制度 這個也是跟日本學習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各種各樣子的方面都是覺得 未來好像現在日本來臨 然後我們從日本的文化這邊學到一些 當然可能我們也有自己的創新 那我從小都是這樣子覺得的 那從日本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台灣也有很多就是主流的我們這邊的文化 也已經變成日本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那在我們這邊珍珠只能配南茶嗎 在日本珍珠什麼都可以配 據說是這樣子的 那當然我們這次透過台灣想要呈現的 也是關於民主這件事情 因為民主這件事情它說到底是關於眾人的事 需要眾人的參加 如果沒有眾人的參加的話 就算有民主制度 也是不會真正反映到大家的需求 所以共同創作這件事情 對於民主可以說是最重要的 那國際的任何評比關於民主啊自由什麼 不是日本第一台灣第二 就是台灣第一日本第二 在我們這個東亞的地區嘛 所以我們這次在文化上面 雖然是透過視覺或聲音的藝術 但裡面最重要的就是我們可以跨過 國境之間的或地理空間跟時間的隔閡 跟時區的隔閡 然後一起來進入一個共同創作的民主的感覺裡面 我想日本對於台灣是現在非常高度民主化 這個也是很感謝媒體的報導 在最近幾年這個可以說是大家都理解的一件事了吧 是 還有這次交流當中 您跟陸公的對話 那您對他有什麼影響 還有主要您打算要跟他對話的內容是什麼 我自己也是透過BBS 就是電子路高欄系統 來學習網路的世界 等一下子就是即時的互動 就好像我們剛剛講台灣鬧 這個是即時大家一起聽音樂 或者是一起看什麼東西 看影片的感覺 那反而不是就是有一陣子是 大家是分別的看網頁 好像每個人是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所以這個共同在場的感覺 是我最感興趣的 那以我的理解就是 若公也是透過這種即時的電子報告欄的系統 來學習關於網路文化 程式設計等等 那我在加入那個之前 剛好我也是在蘋果嘛 那我也理解說蘋果的Tim Cook 也有把他的作品變成是等於很激勵人心 讓大家知道說 每個人都是可以是數位技術的創作者 不是只是數位技術的使用者或消費者 所以怎麼樣透過創作 來讓大家都有我們叫competence 就是都有那個素養 創作的素養 而不是好像只是消費 只是人家做什麼我們看什麼 怎麼樣有這個主動性 那怎麼樣大家都可以變成maker 那這個我覺得是 我會很想要跟他學習的部分 那還是談到那個社會高齡化 對 那個問題還是談到打算 我想高齡化是 高齡化和數字化 對 就是說高齡化 高齡化的一個特色 就是有很多我們透過數位技術來打破時間跟空間的限制 因為我的長輩們 好比像說我阿嬤快90歲了 外婆已經90幾歲了 他們都還是很熱情 很願意貢獻社會 但是你現在說 那我要開一個什麼集會 論壇啊 什麼表演啊 只要離他稍微遠一點點 他不是很容易真的去嗎 所以這個時候透過像台灣Now這樣子的數位的測試 從他的角度他拿一個平板 他就跟所有人一樣進入這樣子一個演奏的會堂 有相同的感受跟體驗 那他自己的創意也因此可以被激發 甚至他創作出來的書籍啊 歌曲啊 什麼之類 他也可以透過即時的自動翻譯啊等等 直接去跟其他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的人溝通這樣 所以我覺得像我阿嬤一定就是很高興在台灣Now這邊去參加 因為畢竟他就是也是在日本時代生長的 也是對於日本文化覺得非常有興趣 所以這種跨文化的交流 我覺得是特別容易讓長輩在自己家裡舒舒服服的 但是也可以超越這個時間空間的限制 進入民主當中 明白 謝謝 那最後那個台灣Now最後的部分就是 有關這次的文化活動 有沒有對日本民眾創達信息 我覺得就像剛剛講到眾人知識眾人住之 就是關於大家的事情 大家一起來互相幫忙 不管只是留個言 讓台灣的朋友知道你對台灣的想法 或者你到我們的這個虛擬的這個花的一廊裡面 看一看台灣的朋友怎麼想日本的 那我覺得只要一開始參與 那你就會越來越互相了解 只要越來越互相了解 這個互相理解才是民主的最基本 明白 好 謝謝 這部分就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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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們現在好像把腦裡的快曲都清掉了 就發現其實視訊看得更清楚 為什麼因為不用戴口罩 所以大家看彼此的這個表情更清楚 所以現在就變成完全沒有 就是傳統上面台灣要參與多邊會議的時候 好像要在哪裡主辦 會不會被抗議 是不是能進門等等的這些問題 只要按幾個鍵 大家就進入一個虛擬的會場 那跟高階官員在其他的市區的討論 就變得很順暢 那將來肯定又會發生COVID-19一樣的 現在已經很多個希臘字母了 對不對 Delta, Alpha, Epsilon 所以還是世界全球碰到那樣的危機的時候 還是剛才您講的那樣的方式 就是新的方式來共同信息 或者讓你解決的方式都可以交換 對 所以說我覺得主要還是因為有共同的課題了 所以任何一個人的創新都可以變成其他地方的一個參考 那在以前因為我們解決的很多是當地的問題 所以在其他地方如果沒有碰到這個問題的話 那就不容易參考 那時候就是好像這次COVID-19的經驗 我們全球都意識到中國 中國不願意公開的情報 那包括中國等幾千國家 全球如何共享有關這種疫情和大災害等的一些情報 我最像剛剛講到其實跟全世界公開是一回事 但是對自己的人民或自己的決策成公開 是連這個在李文亮醫師的這個例子來講也沒有的 所以不是說李文亮醫師讓全武漢人都知道 只是國際上不知道 不是這樣 是武漢的人也不知道的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在這件事情之後 大家都可以一起來反省 說我們先不管國外 就算只是我們每天接觸的這些武漢的市民 他們如果早一點知道的話 是不是就不會去辦萬家宴 對不對 不會去做一些很容易大規模傳染的一些狀況 對那所以這個在說國際科學交流 這個當然很重要 之前最重要還是說這個真的可以拯救生命 任何一個新的狀況發生的時候 如果你不把它和諧掉的話 那它就可以給所有人充足的準備時間 那我想這個概念大家都要就是反省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那怎麼對待中國 就是從他們的角度來看 就是下一個李文亮醫師出現的時候 他們自己需要去反省說 那我們要怎麼樣面對 像李文亮醫師這樣的人 那其實如果你看他們那邊的社群媒體的話 很多人是覺得李文亮醫師 他並不是想要擾亂這個社會秩序 他也不是傳統上說什麼抗議都不是嘛 他只是要分享他自己碰到的個案出來 所以即使是在他們的言論環境 也有很多人認為這個是應該鼓勵的 不是應該找去公安警察局那邊 要他簽個什麼對不對 所以他們的這個做法 就算是在他們自己的一般的民眾當中 也是覺得應該要改變 所以我覺得重點是先讓大家了解 他們自己這個改變的重要性 然後全世界應該去支持 包含透過數位技術 來支持說下一個這樣子的吹哨者 怎麼樣確保說他的訊息 能夠更好地去接觸到他旁邊的市民 了解 臺灣政府推動數位化 那數位化的管理和個人情報 保護個人的情報 如何兩個都算力 我覺得主要還是 如果他是存在你疫情前 就已經相信的人的地方 而不是因為疫情發明一個 你不太相信 他被迫存在那邊的人的地方 那我覺得大家都會比較安心 所以像我們的實聯制就是這樣 如果你不想要用簡訊 你可以不用簡訊 你可以就蓋個印章 遞個名片 那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也就是說 就是應該這樣講 就是我們並沒有強迫人去配合數位技術 我們是讓數位技術去配合 大家本來已經相信的對象 所以好比像說 如果你相信你的電信商 那你掃簡訊十連直 其實它不會傳給任何別人 它就好像是一個 就是幫你記下來說 那你曾經有過這個簡訊 但是28天沒有人用到的話 就直接刪掉了 所以我們一天 好比像說前天10月18號 就當天就刪掉了 1832萬 296筆 所以等於就是28天前的 用不到的 那就全部都刪掉 那目前已經刪除了21億筆 非常非常大的一個數字 絕大部分都沒有用到 但是實際有疫情的情況下 中間這100萬筆左右 那我們再去好像把拼圖拼起來 而且只有防疫的人員可以去看它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這21億筆 就絕對不會傳輸到別的地方 那就沒有什麼個人情報的外洩的問題 那我們這邊是確保說 任何人只要防疫的人員 調取了你的資訊 你也可以反向去調取到底哪些 地方政府的編號幾號的防疫人員 調取了一個資訊 所以是雙向監視的 那這樣子的情況 自然它就不會到處去亂用 就好像說我們用健保卡 去看醫生去拿藥 那個醫生那個鑰匙 也要抄他的卡 所以如果這筆的情報外洩了 你就知道是他害的 那這個也是非常重要 雙方上的 那怎麼說呢 就是我的理解 就是通過這次的那個反疫 台灣的那個國際社會裡面的地位 是提高了很多 那今後台灣在國際社會 應該扮演何種角色 我覺得我們這次我的名片上有寫 台灣Can't Help 對嗎 就是台灣可以幫忙 台灣 is helping 台灣正在幫忙 所以我覺得這個樂於助人的這個角色 是最重要的 我們並不會說 好像我們就只幫其中一部分的人 也不會說你這個國家 我只幫這個國家裡面跟我比較熟 比較親台灣的這群人 沒有我們分享口罩的時候是所有都分享的 我們分享我們剛剛的這些防疫的資訊 或者簡訊實聯制 我們根本拋棄著作權 所以任何人來用都是可以的 那這種我不需要先認識你 我就願意幫助你的這種態度 我覺得是國際上面 為什麼您剛剛講台灣的這個 感覺上大家更肯定 因為就會覺得說 那像WHO這一類的組織 變成說 我們只有少數的科學相關的活動可以參加 絕大部分部長級的都不能參加 但是也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我們必須自立自強 所以就有了很多 我們自己比較獨特的反應的方法 因為如果在WHO裡面的話 那很多都是等到WHO說要做什麼 在做什麼 但是我們等於是好像自己 因為其實也不知道WHO到底要我們做什麼 所以我們必須自己來反應 那這些反應就是很可貴的 因為它就會變成是 好像WHO體系之外的一個參照點 那我們又沒有說 那你一定要怎樣我才分享 我們隨時都願意分享 所以在像在前兩年的WHA 應該去年的會前 那我們自己也辦了一個 有很多個不同的經濟體參加的線上討論 那等於是說我們不會排除任何人 我們誰都願意幫助 我覺得是這樣的角色 了解 明白 謝謝 好 非常感謝 謝謝 這樣有效力 這樣有效力 极有效力 你帶了像